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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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德彦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台北股市大涨258点 今天开盘就240点 开盘就240点 今天再买 太慢了嘛 是不是 前两天 大陆在军事演习的时候 你就该买啦 所以你要经常讲 危机路是 才会有超额利润 再度的印证 你等到今天开高240点 你再买就有较慢了嘛 可是不买又不行 这个行情没落了啦 不会下来了 昨天礼拜三 道琼大涨535点 因为通膨已经降温了 美国7月的物价指数 果然很明显的下降了 因为油价已经从 每桶123美元 降到剩下80几美元 一定下来嘛 一定下来的嘛 纳达克大涨2.89% 费长包子大涨了4.25% 台子企业盘也大涨201点 所以这跟大家讲 7月升息之后 到下一个利率会议开会时间 9月20 21 两个月的空窗期 这两个月是股市最好大反攻的时候 我每天都讲啊 我每天都重复这样一直讲啊 是不是不断印证给你看 对不对 你看从 美国7月升息 到上个礼拜四 7个交易日 美股就已经大涨了11%了 那同时间 台北股市才多少而已 才100多点而已啊 如果11%是在台北股市的话 1700点啊 1700点啊 结果我们反而涨不出去 如果美国起到这样 我们起不到出去 什么原因 不就是演习跟 佩洛西来台嘛 对不对 这些问题把台股给压抑住嘛 那一旦这个问题拿开了 台北股市要補起吗 我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我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嘛 非常棒的问题 已经涨到五六月的高点来了 台北股市还严重落后 人家都涨了28%了 我们还差两下来追 所以是不是提醒你 当事情落幕之后 台北股市会不会加速 来测五六月高点 16800点 我是每天这样一直提醒你 我看全市场之后 我敢这样说而已 其他人还是闪闪躲躲 担心啊 小心啊 害怕啊 演习啊 危险啊 说了一大堆 那今天大涨 每个都无敌铁金刚 那之前都没有人敢讲 只有林特彦在说 会来测这里哦 叫你们金六区 你看礼拜一演习开低走高 政府在护盘 礼拜二开低又走高 也是政府护盘 包含昨天跌111点 外资还大卖178亿 大家走得要死 我就跟你讲 还是有在护盘啊 你看今天直接开高 241点 外资反而变成买140亿了 外资的卡手真的很快哦 昨天还大卖 今天马上追高大卖 外资就是这样啊 他会杀低 他也会反手马上追上去 你的反应有像外资那么快吗 你看今天外资台子级净多单 大增5872口 今天根本没低点啊 美股大涨加上均演结束 今天开高一开高未来了啦 就不会下来了 今天比较可惜的是 大家不敢追 外资开始追了 散户不敢追 成交量虽然比昨天 1800亿多了300亿 这种量也是不够啦 供给量要到2500亿 可是你另外一个角度下去想 今天大盘量不够 既然有办法涨到258点 是不是代表很多股票 筹码已经很干净了 筹码很清晰在那 所以就有办法无量大涨 就有办法无量大涨 该说的我都说了啦 我只能讲加油啦 加油啦 永远都是这样 危机路市才有超额利润 一定是这样啦 裴洛西来台 我说好事啊 如果没有裴洛西来台 你怎么会有机会减便宜 对不对 你看那天跌了200多点 就是你求的啊 裴洛西来台 跌234点 这是让你买的啊 长龙买进 阳明买进 联勇买进 有买都有赚 旺宏买进 南电买进 有买的都有贪啦 今天你不敢买啦 而且还赚不少 大陆上礼拜四开始军事演习 跌74点 趁机都是买 南电234买 你看南电今天多少 今天南电已经250 对不对 254了 最高259了 259块啊 上礼拜234买是不是很漂亮 一张2万9 十张29万 对泰博181买 泰博181买今天多少 195 一张万四 十张14万 刚好一礼拜 刚好一礼拜 你看联勇 245买 245今天多少 261 一张是不是又15块 一张又15块 十张15万 对不对 台光店158买 158今天多少 167 一张九千 十张九万 都一礼拜的时间啊 上礼拜你敢买吗 是不是维基路市超有超额利润 我每天都公开跟你讲的啊 每天都鼓励你赶快买啊 你不敢买我也没法度了 对不对 该说的我都说了嘛 我之前教过你们一个方法 各位 解忆多风辨试法 多头市场铁率 预长黑隔日是买点 长黑就跌超过100点以上 多头铁率预长黑隔日是买点 也就是说多头只能有一根长黑棒 脚口不补掉 后面会穿哦 后面会穿哦 要注意哦 脑口不补掉 费肠包放大胃跟台股的走势 完全雷同啊 b 完全雷同 现在费城堡公体 已经涨到五六月高点来了 台北股市会堆卖 会堆卖 加油啦 你如果真的不敢做 来找零和宴嘛 一天一个便当 一天一个便当 我带着你做嘛 三段式的下跌 每天都提醒你 三段式下跌结束 出跌 出跌 末跌 结束了 开始进入全新的上涨 目前还只是出生坡而已 后面还有主生跟末生 那出生坡就是大型全资股嘛 所以后面精彩还很多 后面精彩的还很多 目前这一坡只是出生坡而已 所以你要现在才进 也还来得及 过去乎的啦 现在才出生坡而已 才刚开始而已 出生坡就是大型全资股嘛 后面有更精彩的 很多五十趴的股票 开始在大反攻了 金尾就对了啦 怕买错 就从这二十党里面挑 就从这二十党里面挑 五十党 五十俱乐部 都是赚大钱 本一比五倍六倍的公司 你对家里面挑个两档三档 就够了 不要买太多 买太多种 资金打散掉 效益就降低了 不然来找零合业呢 我直接带着你做 我直接带着你做 这样比较简单啦 也避免你做错调 你看到第一档就是押台积电啊 为什么低档要台积电 出生坡一定是大型的嘛 最大型的一定是台积电嘛 对不对 包含外资高持股 一定买台积电嘛 我时间也都算给你看啊 三天后开始涨 果然三天之后开始买嘛 一下子四百三 起到五百零三 出生坡 后面又买了五百一十六 这都刚开始啦 你看四百三三到五百一十六 一张八万块 买个十张就八十万啦 谁说台积电不会飙的 不飙你看 对不对 台积电昨天跌十块钱 我说在等营收发布 果然营收发布出来 创历史新高 一千八百六七亿 我先提醒你了 台积电七月营收历史新高 八月九月呢 你要看得远啦 不是看眼前要看得很耶 我跟你讲八月九月 一定会再创新高 这一次台积电在第三季 法术会上面已经预告了 第三季合并营收 198亿美元到206亿美元 如果用汇率29.7来做预算的话 那相当于是五千八百八十亿台币 到六千一百一十八亿台币 高估的我们不要算 因为高估容易达不成嘛 对不对 我们用低标来算 五千八百八十亿 那现在七月份是一千八百六七亿 所以把七月份的扣掉 是不是都还差 还差多少 差四千亿 那四千亿 所以八月九月台积电 都会在两千亿以上 我看台积电看了这么多年 台积电八月九月营收 从来没有低于七月过 所以既然七月已经创历史新高 八月九月还会再创新高 还会再创新高 所以这给大家看啊 战上五百一之后 这都空的 这都空的 会来对这个价钱贵 会来对这个价钱贵 台积电 上升上飘期 要开始冲了 要开始冲了 你如果有破掉 啊不 我没见过你去对贵 我来告诉你们知道 我买底部我不追高 该买你早就该买了 来到这里又对 就比较不意义了 当然买也是会贪钱 还所以赚钱 联发科 一定这两极的嘛 一定这两极的 外资持股最多 占了四十几% 联发科我给大家看啊 六百 有没有 最低五九七 国安基金回来也是买联发科 一个多礼拜而已 涨到七百一十六 会账 两个礼拜不到 一张贪了12万耶 五张就贪了60万啊 你看一开始 对是不是很快的 我也没买最多了 620买 620买 630买 630买 700卖出 对那这样620到700 一张就八万块啊 压回来660再买进 最后717 那660买717 一张是不是又五万钱 对 620买700卖掉 压回660再买又买起来 这两天联发科压下来 因为在等营收 今天联发科比较弱 今天大盘大涨 联发科只涨了 只欠两块而已 为什么 因为昨天联发科 发布营收 人情说不漂亮 不漂亮 比上个月掉了19% 比上个月掉了19% 408亿 可是还是写下 历年来最好的7月份 那很多人看到联发科 昨天的营收数字 哇 开始大做文章 营收下滑 库存增高 手机卖得不好 可以说多败 就说多败了 是这样吗 各行各业 每一家公司 都有它营运的 规律性跟周期 你不要单纯以片面的数字 下去解读 那都不客观 我给大家看喔 联发科 这固定三月一定会比较好 四月一定会掉下来 五月六月一定都会维生 那七月的营收一定都比较低的 你看去年也是 去年七月也是比六月差 对不对 它每年七月营收一定会蹲 可是八月九月八月九月 八月九月一定会挠起来 所以本来七月比六月差蹲下来都是正常的 不用那样扩大解读 所以有时候分析你要全面 不是单一片段数字 联发科在第三季法术会上面 已经预告了 第三季季检 1%到9% 那营收会介于1417亿到1542亿 我们不要看高标我们看低标 1417亿 那七月是400亿嘛 对不对 那把408亿扣掉 是不是还差了1000亿 所以八月九月 联发科就会重回500亿 所以也正好 历年七月蹲 七月蹲八九月跳 那十月一定会再下来 所以后面两个月 八月九月营收 又会重新跳回到500亿以上 又会重新跳回到500亿以上 这样看有了 所以不要听 不要听我们黑白讲 都只从片面数据 然后这边大做文章 联发科目前在做第二只脚 半年报43.4元 今年全年应该还是能够保持在82到85 获利也是写历史新高 北比现在才多少 才八倍的北以比而已 才八倍而已 暂时这里要洗盘 等这里洗盘完脏脏来 站在上面站起来 仅限只要一过 联发科七百块站穩 这都空的 马上七百块站穩就来冲这个冠 就来冲这个冠 最近联发科在洗盘的时候 你有兴趣的 押回低接 你还陷联发科贵 联电够便宜了 对不对 联电够便宜了 今天联电大涨了3.4% 其实这都不够 都太少 你看昨天ADR的部分 台积电4% 日月光5% 联电5% 美国人 美国的投资人 还比较喜欢台股 比较认同台股 那我们自己的国人 反而还不够 你看台积电今天涨2%多而已 联电今天才涨3%多而已 日月光 今天也没有涨到5% 反而昨天ADR涨更多 加油啦 没漏气 那联电 36块钱这有得稍微啊 目前在做双底 上个礼拜有来听课的 上个礼拜有来 参加线上教学的 赶快把它讲一番一番 这个双底出来之后 会起到哪里 营收获利我都不再讲了 没有一家公司 有10个月营收历史新高的 现在第二基卡带了 会去哪里 赶快把功课复习复习 你就知道会去哪里 简单说就是这样啦 要给你探大钱啦 给你探大钱啦 今天反而 旺宏最强 反而是旺宏最强 旺宏今天大涨了5% 我也是DABLE跟你讲的 对 旺宏现在大家税 只要32块乘我们 这都空的 很快45块就会来啦 45块就会来啦 那长隆阳明 今天是比较可惜啊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 93买 87买 这两天都涨到106 10张就13万啊 10张就6万块钱啊 今天再大涨 长隆阳明反而涨不动 什么原因 因为量不够啊 台湾的借钱 大家都在抢钱 今天连金融股都起来抢钱了 电子股又抢了62% 所以韩国就没钱了 所以今天没上当 这样也好啊 大家轮动 大家轮流上当 你看国际的 马世纪大涨 赫普罗特大涨 川崎大涨 山井创历史新高 对 山井创历史新高 那长隆阳明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在右空 出去咯 上升三角形 有来听课的 赶快复习功课 这个图形出来 会拨到哪里 会起到哪里 后面会让你吓一跳 后面会让你吓一跳 阳明也是 上升三角形都出来了 上升三角形都出来了 赶快进场 赶快进场 不然让黎德燕带着你坐 观众会电话 今天很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 赖出的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 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派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来到现场 今天大涨258点 哎 你还要拉 没什么可能 从个股出发 赶快买就对 你可以从这里下去挑 两支支三支就好 上面看过了嘛对 南电 我近的股票 都是贪大钱低谱的 我没给你推高 有没有让你追高 你看南电 630跌到230 这样跌得够深了吧 跌得又深 连续两个月一收创历史新高 半年报 13.54元 成长123% 获利翻一倍 两个月一收历史新高 股价跌到剩下三分之一 中国股票最赞啊 对 230买 有充裕的时间让你买啊 敢买不敢买而已 249 253 今天259 一星期而已 一个礼拜时间的有 230买一张赚2万9 10张赚29万 买10张230万 230万 230万一个礼拜赚29万 这样好吗 这刚开始哦 当时会噴出去 上礼拜有上课的 赶快算一下 噴出去会涨到哪里 股票都在大股东手中 法人家大股东已经占了93%了 这后边要冲很快 后边要冲很快 我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谈 快筛四季的泰博要注意 毛利率68% 半年报就已经23块钱了 你看财报一发布 193 今天19就是 19就是 今天最新的消息 第四轮的快筛实名制 即将下礼拜开始可以开始买 而且新的变种病毒 可能在8月下旬 在国内会开始扩大 谁收会最大 泰博收会最大 这个图形一出来之后 后边是三倍哦 要注意哦 一旦突破之后 三倍的行情哦 三倍的行情哦 你看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一支 第十二号 这支三个股票 台表科 今天差点掌停板 我说先在这里吃了吗 75块 现在多少啊 我昨天跟大家讲这一支 我承认这支 我承认这支 头肩底 这支三个股票 昨天才刚讲而已 今天是掌停板了 这支这支 不要再错过 抓住您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